每年的10月是全球羽癌防治酸度月 而在美国羽癌的病化率高居女性癌症的第一位 同时羽癌也是华裔女性最常见的癌症 为增加南加州华裔民众对于羽癌及其住房和治疗的认识 角星癌症协会坚持每年10月都会举办粉红丝带研讨会 今年的粉红丝带研讨会将会15号举行 角星亦会提前呼吁有兴趣的民众届时到场参与 角星癌症协会希望通过每年举办的粉红丝带研讨会 令离患乳癌的癌友和他们的亲友们都能感受到 其实他们并不是在孤单作战 除了每年为市民提供最新的乳癌相关资讯之外 在角星癌症协会里面还有很多曾经战胜癌症 或者现在正在和癌症对抗的乙工 他们非常乐意地为社区里面的癌友提供心灵上的帮助 使他们在抗癌的道路上不会感到孤单 活动当中我们可以交到很多朋友 认识了很多跟我们一样的姐妹朋友 可以跟我们一起经历同一样的伤痛 可以一起来走出乳癌的一个康复之路的一些朋友 可以认识 还有角星的很多活动都是有顾及心心灵的健康 除了身体和心灵的健康都有顾及 所以在我们角星的所有活动里面 都有关于饮食健康 或者是一些情绪的管理方面的一些知识 所以我都呼吁所有的人都来参加角星的活动 在每年10月都会举行的粉红丝带研讨会 今年已经是第10周年纪念了 主办方除了为到场的听众安排 讲述最新的与癌相关资讯的同事 也都会为他们送出精美的礼品 今年主港医师之一的 预防外科医师沈宝宁表示 很多人对癌症都有着各种误解 外界也都流传着很多关于癌症的传言 但是如果市民想要了解清楚 最准确的癌症资讯 就一定要咨询专业人士 他也都呼吁市民勇约来到15号举行的 粉红丝带研讨会 在华语中还是有很多妇女 因为没有家族历史就不要担心 所以我常常还会看到 他们连路线X关从来没有照 等到摸出肿瘤了 摸出肿瘤就已经是有问题了 我们当然是希望能够摸出出来 症状出来已经发现 所以提高警觉性很重要 就是我刚刚谈的这三步 自我检查 每个月自我检查一次 每一年那医生临床乳房检查 而且40岁以上 每一年要去照乳线X关 这是对你 这很重要 提早发现乳癌 真正可以救你的生命 要在早期乳癌的康复者 没有乳癌 10年没有乳癌的存活力 又超过超于90% 所以大部分的妇女 要是能够早发现的话 都能够康复乳癌 所以不要为了怕 他们找出问题 不去照 今年的粉红尸打研讨会 将会在10月15日星期六 在航亭顿医院举行 由于活动场地有限 参加的对象 只限于癌症病友 以及一位家属陪同 有兴趣的市民 必须先致电626-286-1306报名 天哪维士记者马俊创方报导